好 这个周休假期的天气状况 其实都还蛮热的 但是在下午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午后震雨或是雷雨 那要提醒大家在星期一 上班上课的朋友还是要留意 天气状况在中午过后 还是会有一些的变化 不过未来一周普遍炎热 很有夏天的感觉 先来看到在下个星期的天气状况 主要在星期一的时候 跟今天蛮类似的 还是吹比较明显的西南风 太平洋高压势力正在发展 还没有完全伸展过来 因此还是有些的水汽 金门 马祖会有 局部起雾的情况出现 另外各地的山区在午后 也容易会有比较强的 这个震雨或是雷雨发展 那还是要特别留意 这东半部地区了 可能会有一些焚风的状况 尤其这种沉降的风 可能会带来到 36度以上的高温 尤其在台东地区 一定要特别多加留意 到了星期二 这个时间整个大气 开始吹南风进来 那在台湾附近 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也逐渐的伸展过来 各地午间持续的炎热 东半部地区 偶尔会有一些的短暂震雨 那天气形态 就会跟前一天比较不一样了 前一天是干热的焚风 到了星期二 会有一些零星的 短暂震雨发展 各地大致天气晴朗 午后 偶尔零星有一些的震雨发展 从星期三开始 高压的势力 是完全的伸展过来 那水气会更加的少一些 各地大致上都是晴朗炎热 因此你在户外活动 午间记得要多补充水分 高温都可以来到35度以上 尤其在大台北盆地 有的时候感受 这个体感温度特别的明显 因此你在户外活动的话 一定要多喝水 小心不要中暑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最新的这张卫星云图上面 现在封面云系 在华中附近的位置 那台湾附近刚刚讲 现在是吹比较偏西南风进来 各地大致上白天天气晴朗 午后的时候来看到 这个雷达回波图 可以看到有这个云气 正在发展的区域 主要像是在中部的山区 以及东北部地区 北部的山区 另外在南台湾 也是有一些的零星的 短暂震雨发展 那这样的一个对流降雨的形态 其实大约在下午 三四点雨下完之后 云就会逐渐的消散 明天降雨的情况 降雨的区域也是类似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下 哪些地方降雨是比较明显 刚刚讲到了北部地区 东北角以及北部的山区 另外在中部的山区 也是有一波比较明显的降雨 那今天最明显的是在南头 那在渔池 大约是有在116毫米左右的降雨量 像是在日月潭 大约也是有80几毫米 不过我们可以留意到的是 除了降雨之外 五间的高温 其他地方也是蛮明显的 尤其刚刚讲到 随着西南风沉降作用 在台东的大午 今天是飙上了36.3度 感觉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 那另外在台南同样也是有 飙上36度以上 台北市区都在35度左右 明天天气状况类似之下 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那目前看一下在卫星的地面天气图 可以注意到 刚刚讲的整个封面带 现在持续在往北台 现在接下来的 接下来这几天之后 随着太平洋高压势力 逐渐的伸展过来 天气就是持续的稳定了 那接下来只要比较没有明显的 这个封面往南压的话 就是正式宣告 进入了夏季的天气形态 台湾附近主要都是偏西南风 到南风进来 西南风会带一些的水气 偏南风的时候 大致上感觉还是偏干热 尤其太平洋高压势力伸展过来 各地天气晴朗 随其少午后的正缘 哥哥 你还要想多久 打一只牌来吃吃 吃一只鸟儿 谢谢哥哥的鸟鸟 爱你爱你爱你 新年到恭喜发财 哇 自摸中栋二统 大三元 谢谢各位老板发红包 大约在32到35度 那要注意台北基隆 汝后阵雨的机会比较高 中部地区明天的高温 则是在33到34度左右 天气晴朗往南走 要注意到的是高温 则是在32到35度 要注意到的是高温则是在32到34度左右 那屏东有些的局部短暂争雨 主要是新南风 淋风面 再加上午后的山区降雨 那宜兰则是午后的发展起来 对流云系之下 可能会有一些的局部 午后争雨或是雷雨 高温在33到35度 台东要留意局部的高温 外岛地区大致上晴朗 但是马祖金门偶有起雾的情况 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大致上面都还是持续受到了高压的影响 但是在星期一 星期二 水气量稍微还是偏多之下 偶尔午后会有一些的震雨或是雷雨 外老地区同样大致上天气稳定 星期二的时候 马祖的降雨几率稍微高一些 小丁您要提醒大家 两件事情无间偏热 外出记得防晒补充水分 另外在中午过后 局部地区尤其靠近山区有震雨 行车注意安全 记得攜带雨具 我是陈基恩 广告回来 请您持续锁定中午视频